- 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樂- 要八卦內幕- 要社會新聞- 要解決問題- 劉俊耀下午2點- 非要不可- 好歡迎到酒吧新聞談- 你現在收集這節目是非要不可- 我在你非要不可的劉俊耀- 受要要- - 禮拜三新聞三條線- 雷倩時間- 在我們上當然是雷倩- 雷委員- 雷委員你好- 社會員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這個禮拜這個- 強強棍- 強強棍- 這個什麼強強棍呢- 今天早上呢就放炮了- 不是放炮- 射火- 火箭- 射火箭哦- 因為北韓是用火箭- 北韓這個金正恩這個新的領導人- 不顧各大國給他的壓力- 他就給他拿來- 禮拜三 - 偷偷的釋放一個火箭- 給你們看看- 我就是金正恩- 他真的很凶悍啊- 凶悍- 凶悍的不行耶- 這件事情非常凶悍- 他不但是這樣凶悍- 他這種是對國際之間的嘛- 他對國內他有- 鞏固他的軍權哦- 你也記不記得他在前不久- 殺了一個國防部的副部長還是什麼- 理由只是很簡單- 你在我附上的- 國上期間你竟然去喝酒- 喝酒而已哦- 在北韓 - 喝酒就抓住一槍壁了- 哇真的是- 他就告訴大家說- 我是新的領導人- 我是非常有power的哦- 那這個北韓是這個- 跟南韓- 12月19號的中華大選- 南韓的這個大選呢- 的結果呢- 對我們台灣會有像什麼影響- 對亞洲的局勢-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因為包括日本也在那邊- 也準備要大選了- 再放遠- 再放遠 - 我們把這個視野再放寬一點呢- 美國- 美國- 那個大選- 要買回什麼- 八百多億的- 應該是今天就是禮拜三- 要決定要買回大概八百五十三億美元的國債- 是- 那同時呢- 他這個禮拜五- 如果整個國會並沒有對未來的預算- 做出決定的話- 那財政懸崖就是正式要開始- 是- 衝入到最後階段- OK - 這是國際的大事- 我看到很多的媒體哦- 沒有在談論這些事情- 而我們身為媒體人哦- 今天我們- 我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媒體你決定了- 你幫你的國民啊- 開了什麼樣的視野- 嗯- 你今天如果大家都不談了- 我們大家就悶著頭- 每天在講我們自己的一些有的沒的齁- 我跟你講說講的真的- 你會覺得說- 你一定要讓他把頭抬起來- 看看別人在幹嘛- 我插一句話- 講這個國際視野在幹嘛- 國際視野哦- 對 - 今天早上呢- 據報導是8點59分前後啦- 對- 就8點59分的時候北韓發射- 發射- 在北韓一發射的三四分鐘之內- 日本的全部的媒體- 而且日本的警報系統- 全國就是發警報- 嗯- 然後他的所有的媒體- 全部都已經轉到報這件事情了- 他鄰居嘛- 沒有因為他從頭就已經講過這個事情- 他會沿見一帶- 是- 然後美國呢- 在幾分鐘之內- 就開始用新聞快報的方式- 對- 也開始說了北韓試射- 是- 那在那個時候- 我特別就這樣翻了 - 等一下電視- 台灣電視沒有人在管- 是啊- 一個都沒有- 所以- 我跟六五元就蠻擔心這件事情- 齁- 你說我們的媒體人呢- 一直都- 都不想有國際視野- 因為什麼- 因為要做國際新聞哦- 要花一點錢啊- 不要說一大筆錢啊- 一點錢啊- 因為你要買- 很多的國際媒體的這些- 轉播權嘛- 已經我在- 我在某電視台的時候- 一年呢- 要好幾百萬- 的這個權利金啊- 你要播放它啊- 比方說CNN啊- 什麼什麼這樣子-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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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讓我講一下這個事情的荒謬啊- 很多人啊- 嗯- 上一次大家可能記得2012年4月的時候- 北韓有試射一次那個大浦洞- 是- 然後說試射了兩三分鐘以後就在高空中消失-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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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現在回想起來- 雖然沒有說我們大家都認為是日本把它擊落- 是- 是- 因為日本就直接去把它擊落了- 嗯- 不然的話它就為什麼高空中變成碎片- 是- 對- 好這一次呢它的彈道是怎麼走-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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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發射了以後經過日本-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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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琉球沖繩這一帶- 也就是經過台灣頭上- 而經過菲律賓附近- 哈哈- 要在南太平洋墜落- 經過台灣頭上- 經過台灣頭上- 對- 經過台灣頭上- 對- 所以說如果它今天- 好吧我們隨便講- 它如果是這樣子橫跨太平洋去打美國- 嗯- 實在是- 不是打美國- 就往美國那個方向去的話台灣不管- 嗯- 你勉強可以解釋一下吧-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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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它是經過台灣頭上的哦- 然後我們那邊很管- 嗯- 而且這個- 這個人造衛星喔- 它的設計就是讓它高空中- 它最後就爆炸- 然後它就會墜落-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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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墜落在南太平洋- 嘿- 你不怕戰爭- 你也要怕那個碎片抓- 掉到你頭上來吧- 這事情總要講一聲吧- 哈哈- 哈哈- 我就覺得- 不講是非常荒謬的一件事- 所以咱們台灣人- 喔- 我就希望- 沒怕沒怕- 至少沒有- 那至少我們啦- 我們雖然是一個- 很小很小的一個節目- 但是我覺得- 嗯- 我就至少我們要把這個來- 打開給大家聽- 至少有聽到我們節目- 我們廣播的人- 對啊- 他至少還有一點點認識- 啊- 至少你知道你在今天早上- 吃早飯或睡覺的時候- 有個碎片本來經過你的頭上- 這樣- 是- 喔- 是- 喔 - 啊這個所以- 我們兩個擔心的是說- 啊很多媒體怎麼都- 不報導呢- 不去關心呢- 而- 我們跟日本跟美國真的差那麼多嗎- 你看我們真的差很多- 好不好- 那這個我們從亞洲來聊到- 聊到那個美國齁- 那這個國際局勢- 那跟大家- 不管在投資理財上面啊- 不管在你在- 很多事情上面- 你都要有一些齁- 這樣的一個概念齁- 那這個深入分析之前- 我想再談一下- 國內的兩岸- 兩岸齁- 兩岸齁- 嗯- 兩岸齁- 兩岸齁- 嗯- 兩岸齁- 嗯- 兩岸齁 - 有一件事情呢- 我覺得我們兩個應該要- 再討論一下- 因為之前- 你也在我們節目中提過- 兩岸的這一種- 這種演藝的交流- 影視演藝的不平衡- 影視- 不平衡- 對不對- 非常嚴重的傾斜- 對- 給台灣的藝人- 非常巨大的- 中國大陸市場的機會- 對- 嗯- 但是我們卻- 對於- 大陸藝人來台灣呢- 非常非常多的限制- 而且呢- 呃- 你看嘛齁- 昨天- 移民署呢- 對於這一個- - 中國歌曲- 排行榜- 叫中歌榜齁- 中歌榜齁- 他們呢- 想要到台灣來頒獎- 嗯- 來這邊來舉行他們的- 這個第二十屆齁- 的這樣子的一個- 的典禮- 但是我們就- 不准- 齁- 那- 昨天呢- 這個- 移民署在開- 第三次的審查會議的時候- 那台聯的人呢- 也到外面去抗議- 啊拒絕中國拒絕中國- 我跟你講- 我先把台聯這一塊- 我根本不想談- 因為這個- 這個太政治了啦齁- 但是 - 但是我覺得我們視野要放在就是說- 你兩岸的- 演藝人員的一些交流- 嗯- 的必要性- 跟他的- 趨勢- 對哦- 他的趨勢- 而且我覺得這個東西叫做建維支柱啊- 你從演藝你就會看出來- 兩岸交流中間- 它的一個絕對性- 我記得曾經在你節目中做過一個比喻啊- 那台灣很小嘛- 對- 台灣譬如說我們現在很小的一個點- 嗯- 中國大陸的市場非常大- 是- 所以台灣一直會擔心說- 哦你大舉入侵了以後- 你會影響- 啊 - 像我台灣- 嗯- 可是你為什麼不想想看- 如果我們現在看到的趨勢呢- 都是台灣藉著中國大陸對我們的開放- 嗯- 我們開放台灣小小的市場給他- 是- 可是大陸開放大大的市場給我們- 嗯- 所以藉著大陸- 跟台灣的開放呢- 讓台灣的所有的產業- 包括演藝人員- 對- 都獲得了一個新的巨大的發展機會- 對- 好- 我現在不記得是哪一年我算過- 那一年呢- 台灣的藝人在大陸公開的演唱會- 大大小小- 有將近7000 - 有7000多個場次- 7000多個場次啊- 就一個城市如果是兩場就算兩次- 有7000多個場次- 等於每天有20場左右- 大大小小的藝人在中國大陸- 像台灣有些藝人- 你好久沒見到他- 包括前段日子四爺吳奇隆多紅啊- 是啊- 可是他也是在甄嬛戰傳裡面- 突然翻身又再紅回來嘛- 包括江玉恒這些老歌手- 他在大陸每一天都在- 像伊能靜啊- 什麼這些吳成慶- 這些我們很久沒見的人- 他們在大陸呢- 都被大陸的整個市場 - 那你從真正- 如果你是個台灣本土論述者的話- 你不應該很驕傲嗎- 對- 我們這麼小的一個台灣- 的這些藝人- 他在中國大陸- 全中國呢- 影響那個潮流跟趨勢- 對- 影響流行文化- 如果你真的覺得台灣跟大陸一樣大的話- 這難道不是你最好的範例- 對- 典範嘛- 而且這個就是一種軟文化的- 我會講如果啊- 兩岸不管說- 也不要統一我們還是我們要獨立啦- 是個 - 我跟你講- 文化的接受度啊- 就是你今天台灣的藝人那麼多到大陸去- 我告訴你- 你今天在華人世界裡面- 華人市場裡面- 台灣的歌手呢- 還算是有份量的- 今天如果你沒有大陸市場- 你台灣歌手會到哪裡去- 對對對- 好回頭來講- 就是那一年我算的時候呢- 有七千多場次- 七千多場次- 大陸來台灣有多少場呢- 幾場- 三場- 哎呀這麼多啊- 都叫做慈善- 也就是說不可以賣票- 三場- 那我們大陸的人現在在- 我們台灣人 - 在大陸現在的票價都非常高了- 是啊- 他們來三場都叫慈善- 通通不可以賣票- 好所以-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要去對抗的話- 大陸只要說- 好嘛我們現在還是讓你們來- 可是我們少一點吧- 是- 七千多場沒有必要那麼多啊- 你看台灣只讓我們三場- 對- 我們就對等尊重就好啦- 對等三千場很多了吧- 三對三千- 一千倍嘛- 對了- 那台灣的機會剩下什麼-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 - 我們就要想清楚- 兩岸的開放啊- 雖然叫做互惠的開放- 我們開放給人家一個很小的市場- 就算在中間有人受到傷害- 你可以用別的政策去補貼他們- 然後真正你對國防安全有問題的疑慮的地方呢- 你就不要開放- 是- 可是我們開放的- 畢竟是個兩千三四百萬人的- 非常小的市場- 對- 可是我們對等開放的時候- 他們給我們開放的是一個十四億人的巨大市場- 是- 而且喔- 我真的- 我真的很深地感觸什麼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可是我們對等開放的時候- 他們給我們開放的是一個十四億人的巨大市場- 是 而且喔- 我真的很深地感觸什麼 - 那個娛樂啊- 一個國家的娛樂的表現喔- 它代表的是那個國家的人民的水準- 而且是他的國力- 對- 只有強勢文化才可以輸出- 所以你看喔- 很多強國裡面他的藝人- 國際的巨星- 你看他在所有的世界- 欸他哪裡還有講說- 你不能到我們國家來演唱或什麼- 欸我跟你講- 很多的他們是- 因為這樣的一個實力- 它是超越國際的- 已經可以突破國際了- 已經可以突破國際了- 了 - 因為所有的國家比方說- 所有的國家的人都在- 都在聽Michael Jackson的歌好了- 欸或者非常喜歡他- 他到哪個地方是- 他是風靡全球的- 他所帶動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一種- 一種概念- 而且我真的要說喔- 強勢文化才能夠輸出- 各位可能覺得說- 韓國現在很強- 你知道嗎- 我在1996年的時候- 去韓國- 韓國那時候就已經有800多個唱片公司囉- 是- 它已經有非常大的一個唱片工業- 可是當時的- 因為所有的國家的人都在聽Michael Jackson的歌好了- 因為所有的國家的人都在聽Michael Jackson的歌好了- 或者非常喜歡他- 他到哪個地方是- 他是風靡全球的- 他是風靡全球的- 他所 - 覺得韓國文化不是一個強勢文化- 是- 他沒有韓流- 所以台灣的人可能不會去聽- 當時跟現在一樣優秀卓越而且努力的小朋友- 對- 可是韓國的國力強了以後- 我們就擁抱他- 沒錯- 哈韓到不行- 對- 所以你知道嗎- 大陸的人現在哈台- 對於我們是一個多麼大的一個- 所以機會尊重- 對- 是我們表示我們的實力的強- 在文化上面是一個強勢文化- 對- 你現在把它卡死了以後- 你就會覺得韓國文化的- 韓國文化不是一個強勢文化- 是- 它沒有韓流- 所以台灣的人可能不會去聽- 當時跟現在一樣優秀卓越而且努力的小朋友- 對- 可是韓國的國力 - 會變成一個邊緣的弱勢文化- 對- 台灣最後剩下的一個實力都沒有了- 而且呢- 這種實力啊- 是直接硬碰硬出來比較的- 拿出來比較的- 所以說- 是在每一個人心裡的- 對- 是每一個聽眾心裡的- 他不是說用政治的手段- 他就能壓迫你吸收接受- 不是的- 對不對- 所以說- 你說大陸- 中國大陸如果要禁止說- 哎呦你台灣人- 個子不准來- 他從網路不行嗎- 他只要少一點就可以- 對- 但是呢- 他知道他這個進不了的- 你從網路上面- 現在網路是- 無遠佛界 - 那你- 我們不曉得我們自己呢- 把自己做到那麼小幹嘛- 我們的政治啊- 這些政治人物喔- 真的- 有一點良心喔- 做一些對中華民國在台灣- 有一點幫助的事情- 我們求求你放了這個演藝- 真的- 好不好- 那這個呢- 這是我- 我覺得我們一直有在關心兩岸的- 這樣的一些交流- 所以我想這些事情呢- 在三條線裡面- 要先提出來談- 那我也希望我們的聽眾朋友- 都要能有這種概念- 把我們自己- 誒 - 不要把自己限縮的這樣子嘛- 對- 你其實啊- 你限制別人其實是綁住自己- 對- 你把自己綁得越- 把限制別人越多- 把自己綁得越緊- 我不曉得我們這些人在幹嘛- 對- 好- 這個兩岸的事情談完了- 就從- 我們就從亞洲的事件- 接下來國際大事- 切進來- 而且今天早上- 真的是今天空地- 北韓的這個- 發射這個齁- 它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我先講一下- 這次發射的叫銀河三號- 它是一個長城的齁- 它是一個長城的人 - 人造衛星- 是- 那麼在- 北韓的術語- 它們叫它火箭- 這我們以前其實也是叫火箭- 火箭- 對- 在它前- 前天本來預定要發射的時候呢- 其實它受到了- 全世界巨大的壓力- 因為大家知道- 六方核線五還沒有結束嘛- 所以北韓目前- 還是全世界認為- 是有核武器最危險的一個國家之一- 同時你仔細想想看的話- 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反共產主義擴張的- 最後的一個- 兩軍對峙的地方- 最後的一個- 兩軍對峙的地方- - 因為蘇聯的共產主義已經瓦解了- 中國的共產主義呢- 已經變成了市場經濟了- 所以剩下的就是一個- 北韓是絕對的共產主義國家- 所以說- 它在整個的世界- 兩個大陣營- 資本主義跟共產主義對峙的這個地圖上面呢- 它是最後一塊- 那因此它前天要發射的時候- 每個國家都說話囉- 不是只有日本說話- 因為日本嘛- 它就是說- 因為在2009年4月跟2012年的4月- 兩次北韓要發射的時候- 日本都有下達- 存在的 - 摧毀令- 就是你只要經過我的領空- 我就摧毀你- 所以- 那今年的4月這一次呢- 日本沒有說是它摧毀的- 所以日本的人民就- 輿論大華說- 我們這個國家怎麼那麼爛啊- 人家經過我們的領空- 我們都沒辦法把它摧毀- 現在回頭看看- 其實很可能- 不是美國就是日本去給它摧毀的- 好- 但是因為它沒有說摧毀- 所以就輿論大華來- 檢討這個國家- 所以這一次呢- 日本的反應最激烈- 當北韓宣稱- 它要去- 發射這個人造化 - 它是一個長城的人造衛星的時候- 一方面呢- 它上面還是可能可以帶- 核彈筒- 所以說它的- 意義很重大- 那麼- 所以如果它有一個- 長城的導彈技術的話- 它去攻擊任何人都可能嘛- 所以說- 他們把這個火箭呢- 跟導彈就化成等號- 日本就說- 我們會- 全國軍事備戰- 然後我們會- 監控這件事情- 而且如果經過我們- 我們就摧毀- 然後美國這次- 也非常明確的說了- 美國的太平洋總司令- 說了- 美國的太平洋總司令- - 說呢- 這個和平的衛星- 就是一種彈道導彈- 明白定義說- 你這樣- 你號稱是- 和平衛星- 就是一種彈道導彈- 這個和平兩個字很重要- 待會再講為什麼- 他說如果經過美國的領土- 我們一定會- 那個- 我們- 這就是我們的紅線- 所以美國也- 明確的表態- 所以剛才有講過- 這一次呢- 有經過琉球啊- 沖繩啊- 那裡我們軍基地- 所以- 當它在空中的時候- 愛國者呢- 都有出來- 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想想看- 全世界好像- - 這個一發射了以後- 這裡起來- 那裡起來- 大家都準備對峙了- 對- 中國大陸這一次是- 最特別的- 大家知道- 十八大換屆了以後- 習近平的態度都不太一樣- 對- 以前呢- 只要是六方會談啦- 或任何美日- 要聯合去壓迫北韓的時候- 北韓就往後跑- 然後中國就支持他- 對- 而且從抗美援朝開始- 呢- 這個堅持- 堅強的支持從來沒有改過- 這一次他說了兩句話- 和平的使用太空- 是任何國家的權利- 第二呢- - 如果北韓要做這事情- 必須要顧及其他周邊國家的觀感- 所以是個有條件的支持了- 態度是- 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喔- 我們進廣告- 廣告之後呢- 這樣的一顆衛星出來- 整個亞洲這樣子- 大地震了齁- 我們雖然- 但是我們台灣是無感的- 我們進廣告- 廣告之後再告訴大家- 好歡迎來到98新聞台- 我是劉俊耀- 瘦耀- 新聞三條線- 雷倩時間- 咱們像是雷倩的委員- 你好- 謝謝瘦耀- 瘦耀 - 是亞洲的大地震- 全世界的大地震- 因為北韓的這一顆衛星上來- 那台灣無感- 沒有關係- 台灣無感- 讓大家多去無感- 但是呢- 非要不可的聽眾朋友不會無感- 對對對對- 非常謝謝- 瘦耀- 有這麼一個機會- 讓我們有機會討論國家和國際的大事- 這要感謝你啦- 你沒有來的話- 我自己一個人也談不了- 好不好- 來- 那所以- 這顆飛彈可以- 這樣子上來的時候呢- 因為呢- 這個時機 - 實際太敏感- 太敏感- 對- 敏感到什麼呢- 敏感到呢- 就是- 連你這個美國中國的態度這樣子- 對於北韓- 北韓之前呢- 稍微縮起來- 對- 它本來要發射了- 但是呢- 縮起來- 結果今天早上呢- 就- 一運出來就給你發射出去了- 對對對- 完全偷襲了- 完全就是有點這樣- 是偷跑了這樣子- 對對對- 啊這個時候呢- 因為南韓呢- 又要馬上要- 要總統大選- 這個時機實在敏感到- 不行喔- 對- 他原來發射的時間 - 有點像是那個台海危機- 那個導彈危機- 是- 就是李登輝那一次- 對- 有沒有- 中國大- 中國大陸發射導彈到台海- 對- 他原來發射的時機呢- 就是在南韓的總統大選之前- 差不多一個禮拜- 那也在日本的首相的選舉- 跟他的都知事- 就是不同的市長選舉之前- 對- 因為我們看到16號跟19號- 是- 就兩個大選- 對- 所以他這個一動的話- 當然就會使得- 在各個國家中間的- 強硬保守鷹派- 會獲得- 對- 他們不會被恫嚇- 他們反而會獲得- 人民比較多 - 支持- 對- 人家會覺得說- 這個國家安全有問題了- 對- 他們要集中起來- 要鞏固領導中心嘛- 對- 就像台海危機的時候的- 情況是一樣的- 沒錯- 英派- 所以本來很多人覺得- 因為有了美國、日本跟中國- 包括中國剛剛講的- 你要顧及周邊國家觀感- 是- 這幾件事情- 所以一開頭說要延遲發射- 說是天候問題- 可能是個藉口- 因為他一開頭說天候問題- 隔一天說是機械問題- 假如說是他的第一節發射- 有一個機械問題 - 那你當然要花比較多的時間才能排除嘛- 天候可能兩三天就排除了- 就繼續做了- 可是他後來有說是一個機械問題- 所以大家覺得他應該會延到了- 這兩個選舉之後- 讓他的敏感性沒有那麼高- 或者是就無限期的延遲- 對- 結果你看- 畢竟還是不可預料- 對- 就是事事真的是難料- 沒有人相信- 金正恩會完全不顧- 所有周邊大國的- 給他這麼嚴厲的- 美國已經說了- 如果說經過我的領土的話- 就要視為- 對於我們的危機 - 這是我的紅線已經畫下來- 對- 他就在今天早晨- 忽然之間- 沒有人預警的情況之下- 他就發射了- 而且其實他這樣發射- 其實今天我們看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不是很驚訝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看看金正恩這個人- 表面上看起來夯夯的- 夯夯的- 有個漂亮的太太- 然後看起來像這個肥頭大耳這樣- 看起來好像- 我跟你講- 自從他今年年初的時候- 把那個國防部復部長猝死 - 槍決之後- 我就覺得說- 哎呦這個人不簡單- 這個人啊- 你雖然是這個- 老臣喔- 老臣喔- 他可以在這個時候呢- 就出手把你幹掉- 讓所有的其他的- 將領啊- 突然想- 哎呦- 這個小伙子長大了欸- 嘿嘿嘿嘿- 這個小伙子- 不是- 不是那個時候呢- 他老爸還在的時候的那個小伙子- 不是喔- 你剛剛舉這個例子- 他馬上- 馬上讓你知道說- 他現在是- 穿上龍袍 - 好的皇帝喔- 你舉這個例子- 完全就是我想講的- 就是他很像我們在極權時代- 尤其是- 你去看清朝的時候- 對- 這個皇帝這個幼主啊- 一定要立威啊- 對- 不然的話這些老臣都會- 騎在他頭上- 把他放在眼裡- 沒錯- 沒錯- 放在眼裡- 對阿對阿對阿- 所以說他- 而且但是他爸爸在的時候- 他非常的憨- 啊- 非常的就是他- 不會有任何的那種呢- 語悅他應該要有的- 當一個太子- 喔- 的一個的那種形象- 啊- 看起來很溫和這樣- 爸爸一死 - 他一上來- 馬上先斬- 先斬這些老臣- 啊- 而且呢- 他這個理由你看- 只是喝酒喔- 嗯- 只是喝酒- 他認為- 我這國喪期間- 國喪期間- 如果你在清朝的話- 甄嬛專輯回去看一下- 哈哈哈- 國喪期間- 誰就喝酒狀況是砍頭- 超家滅族的嘛- 是不是- 所以就極權的制度- 跟民主制度- 對於領導人的那個- 絕對尊從是不一樣的- 威信喔- 對所以說- 今天早上看到這- 唉我想- 這果然是金正恩會幹的事情- 嗯- 因為這個人他已經在- 他先國內- 已經在- 他先國內- 已經在- - 已經立威了- 在國際之間- 我也告訴你們- 我不是好惹的- 你們要怎麼樣- 要- 要來- say hello一下- 好不好- 喔- 所以- 呃- 但是你剛剛講- 喔- 嗯- 他這個- 導彈一發射起來- 他對於這個- 日本或- 韓國的這個鷹派- 啊- 是有利的- 有利的- 喔- 可是這樣子- 對他- 不是更不利嗎- 嗯- 倒也不是- 我覺得- 金正恩作為- 全世界- 主要國家領導人裡面- 最年輕的一個- 嗯- 他必須在- 某種程度上- 呢- 讓他的- 他自己所領導的- 國家 - 國家的利益也受到一定的尊重- 嗯- 那很多人會認為是- 金正恩的時代呢- 可以對他欲取欲求- 嗯- 你做一個國家領導人- 如果你被別人欲取欲求的時候- 你的國家就被人踩在腳底下- 對了- 所以他有一些- 他自己- 呃- 自己內部的思考跟看法- 嗯- 很多人認為這次選這個時機呢- 是非常特別- 就是剛好在- 東北亞整個大震動- 而且美國跟中國的領導人- 剛剛換屆- 嗯- 好像就是說- 呃- 隨便舉個例子- 啊- 好像說- 譬如說我們玩一盤- 圍角 - 是- 所以這盤圍棋- 上一盤棋呢下完了- 嗯- 現在重新洗盤- 重新開始- 是- 那怎麼樣讓北韓仍舊是在這個- 桌子上面的- 一個重要的- 大家關注的國家- 他就在這個時候把他自己放在上面- OK 那所以說習近平在這個事情上面- 他也表- 他的態度- 顯然不是那麼支持這個- 金正恩- 齁- 但是他這樣子- 金正恩還是照幹- 那他不會去覺得說- 這個老大哥- 他要- 怎麼樣尊重一下- 但是習近平也給了他一個- 非常好的說詞- 齁- 齁- 喔 - 因為剛才講的那兩句話- 跟那個- 美國太平洋總司令的話- 是若和伏結的啊- 嗯- 呃- 習近平講的第一個是說- 和平使用太空- 是任何國家的權利- 是- 也就是說美國時常覺得- 太空這是我決定的- 事實上很多時候- 你發射衛星的時候- 這些科技人都知道- 你要發射到什麼地方- 你在用什麼樣的高度- 什麼樣的頻譜- 都是有一個- 委員會去分配- 那這個分配是- 絕對由美國主導的- 嗯- 可是中國也說了話- 就是和平使用太空- 是 - 每一個國家的權利- 這個太空不是你說的算- 對- 所以只要金正恩這一次- 的確不是一個導彈- 嗯- 雖然美國一直把他寫成說- 它是一個- 彈道導彈- 那的確不是一個導彈- 它就是一個和平的衛星的話- 對- 而且他說我是要用和平用途的- 它發射的時候- 他說我這是一個- 和平用途的- 銀河三號- 那和平用的通常就是- 像偵測啦- 通訊啦- 這些是和平用途嘛- 偵測通訊都跟戰爭用途是連在一起的- 啦- 因為這是前面- 前面- 要做的 - 或是事情嗎- 海路空天中間- 對- 最後的空戰跟天戰- 跟所有的武器的計算- 現在那種快速的導彈的計算- 全部都跟你有衛星連線是息息相關- 對- 可是你前面的的確是通訊跟偵測嘛- 是- 好所以他在前面說- 我這是和平用途- 而這次的發射的時候- 的確也沒有去朝著日本啦- 也沒有朝著別的地方去產生威脅- 嗯- 那麼他就站穩了- 和平用途這四個字- 噢- 順其看你看喔- 這個就像我們在講說- 呃- 這個 - 一個國家的娛樂齁- 可以看出這個國家的人民的水準- 國力- 那太空的使用- 也可以看得出來這個國家的國力的強弱- 對- 那所以北韓有這麼強嗎- 北韓一直是非常強- 北韓好神秘啊- 它從來就有導彈的能力- 可是這人民生活不是很苦嗎- 大家- 以前蘇聯很苦跟中國很苦的時候- 中國就已經發展了二炮啦- 哦- 就是說你做一個極權的國家- 你可以去挪移國家的全部的資源- 支援- 所以北韓大家擔心他的一個是- 它有一個國家的娛樂- 一個國家的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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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國家的 - うん- 那次它有導彈的實力- 第二個是- 它有核武的能力- 所以所以六方會談呢- 主要是在縣河的地方- 去線縮它- 跟壓縮它嘛- 那麼我覺得現在我們看的東北亞- 在美國非常積極- 從它是一個東太平洋強國- 要回來變成全太平洋強國的- 這個積極的布局裡面- 這個中間所產生的摩擦會越來越多- 因為美國原來是- 自己做一個東太平洋強國- 他把他的布軍呢- 就是放在於日本為主的這些基地裡頭- 嗯- 所以我就想說- 它會你做一個共鬱的多吧- 那它是什麽發生的確國家的國家- BT- 對它就只擱 所以大家不要不要以為日本真的是一個非戰國家 有非戰憲法 日本的科技 包括他的軍事實力 他的軍事裝備 全部都是跟美國 齊步有些地方還越過美國的 美國給日本的科技 是他給亞洲所有國家中間最多的 包括在南韓有駐軍 美國有駐軍 可是美國給南韓的科技 沒有像給美國給的那麼多 沒有像給日本給的那麼多 所以日本所有的這些現在所謂的非戰國防軍力呢 只要一加上了武器 他立刻就是戰爭機器 所以本來美國在太平洋最重要的盟邦 而且他步軍建軍戰備最強的就是在日本手上 那麼所以北韓跟日本的衝突 其實是北韓跟美國衝突的延伸 所以日本根本就不是一個 獨立的在跟北韓產生衝突的國家 他就是代表美國在跟北韓產生衝突的國家 所以北韓這一顆導彈 不是那個衛星 其實目的 競爭的目的不在於是要去影響 或干擾到你們日本跟韓國的選舉 不光是 不光是啦 其實他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告訴大家 我這個少主現在已經變成皇帝了 大家什麼事情 要好好來找我談一下好不好 好 我想先進行廣告廣告之後 回頭來看美國了 講一下財政懸染 因為馬上就要發生 美國財政懸染一發生的時候 對我們絕對是有 這個千億法動全身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效果 進行廣告廣告之後 連線分析給你聽 好 歡迎來到98新聞台 我去劉俊耀受藥藥留言在我們現場 來分析一下 美國的財政懸崖 就可能這也會發生 那最近好像有一個大動作 對 這今天是禮拜三 在美國的禮拜三 應該叫做Operation Twist 就是翻轉行動 可是他真正的理由啊 他原來1961年叫做Operation Twist的原因 是那時候有NuNu5 本來美國的這個 這個Federal Reserve 它是這樣 它是發行那些短期的公債 就是用它的長期公債做基礎 發行一些短期的公債 那Operation Twist就是反轉它 它是把一些短期的公債收回來 然後再發行長期的公債 我們做生意都知道 以短之長不好 因為你天天要嘎頭寸 以長之短就是穩定 所以說Operation Twist就是把它平常的 叫做公開市場操作 去做一個反轉 那麼在QE1 QE2 QE3的討論中間 很多人都說 美國發生問題就印錢不好 那除了印錢以外 另外一個方式呢 就是把那種短期會 到期的資金 那個票啊給它抽回來 然後就用那個長期的公債 來取代 那麼整個歐洲 現在你發現的歐債危機也是這樣 就是你馬上就要到期的東西呢 大家說好沒關係 我同意你展言了 我就把你這個到期的東西呢 就是借一個長債來把短債還掉 那借的長債中間可能會有更多的額度 所以你就可以有一段時間的財政穩定啊 所以整個歐債的處理是這樣 那今天應該美國就是要決定 要不要去買回850億的短債 美金喔 850億美金 那如果這樣做了的話呢 它就是沒有印錢 但是會有跟印錢同樣的穩定的效果 所以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如果是你是在這個債券市場的朋友的話 你完全明白 這個機會 今天是最關鍵的一個禮拜 因為本來的Operation Twist呢 是要結束了 就是到了2012年底要結束 它這一次可能會直接就去買那個T 那個政府公債回來 所以它等於是把已經到期了不再做的事情 再去做一個展延 而且它額度也就增加了 那它如果這樣的話 就表示它的國內就財政會相對穩定啊 對就是美國的長債會增加 是長債增加 但是短債就沒有 短債會收回一些 對 那這樣不是就是相對穩定的意思 對所以它是一個刺激市場的一個作為 也是去刺激景氣付諸的一個作為 那我個人是覺得 比直接去印鈔票要好很多 因為它雖然說是做了一些長短天期的調整 畢竟它沒有增加美國對全世界的舉債 沒有舉的那麼多 是 但是這個東西也不完全是這樣 因為它據說還是增加了多了一點的額度 所以它還是等於是偷偷的印了一點點的 美國的國債還是發行了 那這件事情是禮拜三 禮拜五是另外一個非常關鍵的日子 因為本來禮拜五美國的國會就休會 如果國會休會的話 到了明年一月 那個新的國會才會繼任 在這個中間沒有任何時間去討論的話呢 1月1號 1月2號財政懸崖就會 kick in 那財政懸崖就有三件事 一個是全面的減縮財政預算 第二個呢是停止舉債 因為你就達到了你的dead ceiling 而且舉債的額度要往下降 第三個呢有一些政府的支出呢也要去尊傑 所以變成很快的美國就會變成一個政府就需要被強迫緊縮的狀況 所以很多人用懸崖來描述它 可是真正理解的人都會知道它其實是一個緩波啊 因為它雖然說有這個全面的要降低減縮預算 但是它的這個坡度呢 就是它你執行不會說一天之內你就馬上就停止 你可能有一點時間 所以它會是一個緩波 懸崖是一個比較好的溝通術語 但是它事實上會是進入一個緩波 我今天想提的理由是講 美國它會發生這些問題是因為它的人口老化 社會福利支出太高 政府的預算太龐大 跟台灣的問題是不是一模一樣 跟台灣現在在討論那些肢節的這些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這些東西不能夠肢節的去處理它 一定要有一個全面的方式去處理它 所以美國原來去定這個財政懸崖的目的就是說 你們可以想盡辦法去處理 但是如果你處理不了的話 我就有一天我就決定 從這天開始全面的要消減聯邦預算 不管是什麼包括軍事預算都消減 所以說大家要想盡辦法用智慧去找到好的方法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強迫大家瘦身 台灣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達到這個層次的討論 我們都還在討論那些肢節的問題 OK好今天非常感謝各位留言到我們現場謝謝 謝謝